原标西甲奶亮独自灯块年晚会被问 为何不举李小龙一起 他回答让人心疼 2018年是狗年可能是为了迎合单身狗这一个称呼 2018年的娱乐圈 也是像暴风雨来人之前的海面一样 葡萄汹涌在2018年中间 先后接二连三的传来许多 先前被网友们都非常看好的娱乐圈的小情侣们都分手了 其中最让人震惊的就是亮亮和小如一家的事情 他们这个小家情之前是非常恩爱的 经常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 他们一家人的动态 尤其是他们的女儿贾芸汐 因为和爸参加了这个节目之后 因为乖巧懂事的形象 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欢 但是就在2018年跨年的时候 亮亮开直播和粉丝们互动时 被粉丝问及她的妻子去干什么 当时她脱口而出说 李小龙做发行曲了 可是隔天 就被娱乐记者爆出那天晚上 李小龙和一个嘻哈歌手 在外面过了一夜 在2018年的跨年会上 贾乃俩也是一直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在这件事情之后 网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骂女方心疼南方 和孩子们之后 南方也发了一条动态说 请不要伤害她的家人 但是在那之后 他们一家人就再也没有何提过 每次都是单独带着女儿出门玩耍 但是最近在李宇童接她前任的短时 又波及到了李小龙一家人 说她除了之前这种事情 还在工作中和学之千不清不百 还有人添油加醋的说 她之前还发过露骨的消息 给吴亦凡面对越来越多的负面消息 被牵扯进来的亮哥 又发了一条消息 说她现在一个人也生活得特别好 这条动态一发出来 网友们都在猜测他们已经灰灰了 在今年的元旦晚会节目上 贾乃独自灯跨年晚会 而且她的风格跟以前大不相同 以前是嘻嘻哈哈的大男生的样子 而现在则是剪去了短发 眉目之间全部都是刚毅的男人 气概像是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一样 而在后台被媒体采访的时候 问贾乃俩 现在是不是单身 为什么一个人来参加活动 当被问道 为何不与李小龙一起时 贾乃亮只是短短回答了七个字 让听到的人十分心疼她 她回答说 她怕她再次受伤短短的七个字 就体现了一个男人的所有担当 希望亮亮可以早点恢复到 以前的样子 关于他们二人到底有没有分开 我们还是等 他们自己出面解释这件事 到底怎么解决吧 2019最火公号推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